明潔剛剛看到是美國國防部長艾斯培爾公開談話 同時呢 那國情蓬佩奧在日本訪談的時候 接受日本媒體的訪談 他直接回應 那中國如果武力攻擊臺灣的話 美軍不會不管 對 美國駐臺安全的一個戰略 越來越清晰 那國防部長有提到就是說 這個今年解放軍 這一個利用軍機跨越中線 總共有多達四十九架次 那入侵臺灣的一個西南的一個防空識別區 有高達兩百一十七架次 那在因應這個解放軍跨越台中線的過程中 臺灣也派了七十六架次的一個軍機 上去監控跟攔截 那全年來講 從今年年初到現在 全部這個我們的臺灣的空軍 用於升空在這個攔截監控解放軍的一個 軍機擾台的過程 這個架次高達兩千九百七十二架 那如果含這個平時的徵詢跟訓練來說 這個總架次高達四千一百三十二架 那以一個我們臺灣我們認為說我們這個將近三百架 這個上下的一個戰機規模來講 我們一年的這樣的一個升空攔截的次數 能夠高達四千多架次 其實臺灣真的不能小看自己的空防能力 這樣的一個空防實力事實上已經是一個中等強國的一個能力 那除了這個因應說解放軍的一個軍機平平的特別是常態化 我們看到他的利用這個運發反潛機這種慢速機 然後幾乎每天而且最近越來越早清晨都出現 那每天例行性的變成一個常態化的入侵 臺灣的西南防空識別區 那我覺得國軍這一次也硬起來 那準備在十月有三天 包含九號在內總共有三次 準備在這一個臺灣的西南的一個海空域 那先發佈了一個管制 那等於在這個區塊也就是解放軍的軍機平平入侵的一個 這個相關的空域要進行一個海空的聯合操演 那這個管制空域看起來並不是實彈演習 但是會出動空中的兵力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我覺得臺灣本來就適時的要這個以一個強硬的動作來中斷 阻止解放軍透過這樣常態化對臺的一個入侵的一個行為 那同時我們要關注的是說 因為我們看到美國的軍機其實也持續的在這個區塊活動 所以這個屆時我們應該可以看到 其實臺美在西南這個海空域聯防的一個態勢 應該就會有一個雛形出現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看到有一個很重要的這兩天 有個美台國防工業會議 那會議結束之後後來這個美台商會發佈了 就是說這一段美國的 他現在目前是助理印太的副部長叫海大衛 那他有一段這個呼籲 那希望說未來美台能夠共組所謂的國防供應鏈 第一個就是說他認為說今年以來解放軍加大對臺的武力恫嚇 背後有幾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就是說當然軍事上他在測試臺灣的一個應變能力 第二個部分我覺得是相對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說他也在測試臺灣社會的韌性 就是說這個所謂的臺灣的自我防衛決心 除了國軍之外 我們的這個民眾是不是也有這樣的一個抗敵意志 那美方對這個部分是其實是非常關切的 而且他認為說事實上臺灣應該要利用自己有利的一個地形 包含海空的地形 包含臺灣擁有的高科技的產能 包含所謂的愛國心 他特別提到愛國心 這個就是我們的社會抗敵意志 可見美方對於臺灣自我防衛的這樣的一個看法 是列為他臺灣是不是能夠這個確保臺灣安全的一個重要關鍵 那在這一個之外 他是特別這個誇讚臺灣 其實我們的臺灣 我們的這個高科技的一個能量非常的高 他特別舉例來講 他說事實上這個美國軍方在使用的很多武器裝備上面的晶片 雖然包含像這個5G通訊網路也好 AI的技術也好 還有包含這個很多的晶片 雖然是美國設計 但是有高達47% 其實是在臺灣製造 所以他也特別提到台積電赴美設廠這件事情 他說台積電的一個 他的一個在這個半導體中間產業的一個領頭羊 他到美國設廠 就改變了整個半導體的一個生態跟產業 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動作 而這個動作就攸關美國的國家安全 那這個背後意涵的是說 未來臺灣其實很多武器裝備 不見得要全數跟美國採購 其實未來很多的一個包含像飛彈 甚至不排除下一代戰機 臺美都可以共同來進行研發 因為美日也有類似的一個合作的一個模式 所以雙方的一個國家安全的生命線 連結在一起之後 除了過去在談臺灣的戰略地理位置 是太平洋的一個心臟 這樣的一個重要角色 另外臺美有共同的一個民主價值 最後如果雙方的國家安全的利益 完全連結在一起的時候 事實上對臺灣的一個安全確保 我覺得會更加的提升